欢迎订阅我的名字叫做Tao 我是你们今天的主持人 今天呢 这一集是episode number six 因为上一集呢episode number five 我们已经录了一小时了 所以说我把它切成第二集 接着下来 我们要接着上一集没有讲完的工作经验 这一集呢 是这些的工作经验是跟我的本科是非常有关系的 那这个本科呢 因为这些工作呢 是我大四的时候的工作经验 我就开始做了 应该说大四的时候 我终于终于终于找到 是我本科的一些实习的经验 那我在大四的时候呢 我做的第一个工作呢 就是因为暑期的时候 我做第一个工作就是 应该说大三升大四的时候了 那大三的暑假的时候 我做了 我找到一份工作是在一个化学提炼厂的一个工作 这个化学提炼厂的公司呢 是一个其实蛮大的 它是一个北美一个蛮大的公司 也是上市的公司 叫做Coke Fertilizer 我那个时候做的事情就是一个初阶的机械工程师实习生的角色 我做的工作真的是爆干无聊 真的是无聊到爆 我每天在做的事情呢 就是在除了读了读一些过去工程的一些报告以外呢 因为他们是一个化学的一个就是一个化学工厂 他们的场地非常的大 很多不同的那些那什么热炉啊提炼炉啊等等之类的一些不同的管线 然后这些都是你要去学你要去了解说他们为什么会这样编排这些管线 我都是在做的事情就是做一些很初阶的一些线路的安排 然后是完全不会有那些安全的问题的 然后还是让我们做一些练习这样子 我光做那个工作我就真的是真的是无聊到不行 你知道吗 那份工作总共是实习时间总共是四个月 那这四个月的时间呢 其实我老实说我都是很混在做 我就是能混我就混 因为我真的是觉得说 我不懂为什么人家会喜欢这份工作 为什么他们可以在那边做的就是津津有味 或者说就是可以把这份工作当做是他们未来撰显的工具 你们听到垃圾色的声音 我听到是很大声垃圾色的声音 希望我们可以把它厚制厚制掉 如果你听得到的话那真的很抱歉 因为我没有办法 这就是我录音的环境 所以那份工作 我真的是完全没有任何的 我找不到任何喜欢的点这样说好了 我试着要去了解他们工作在做些什么 然后试着去喜欢自己的工作 但是不管我怎么样的去让自己去喜欢 我真的觉得说 Fuck这不是我要做的你知道吗 那是我第一次认为说 工程师可能不是我要做的工作 那我也想说可能是我自己接触到的不多 你知道吗 因为这公司毕竟也是我第一家进的这种实习的公司 也许我进错了公司 所以说那四个月我也是慢慢就是熬 就是怎么样可以偷懒我就偷懒 然后我也是这样子 就是把这四个月把它做完了 那因为也是我工作表现没有很好的关系 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就没有因为我做完这份工作 然后就直接跟我说OK你毕业后可以直接来我们公司工作 然后看得出来我就在打混 所以Fair enough你知道吗 那我在毕业前那时候呢 其实我就一直很想 其实在找到这份Coke Fertilizer的工作以前 我就一直很想要进一家 那这一家的工作这一家的公司叫做Kiewit Kiewit它是一个工程公司 它就做各种大大小小的工程 而且是基本上都是蛮大规模 像是说盖水坝啊 然后或者说建造那些铁路 或是建造一些大桥等等 都是直接给都是政府都是直接包案给Kiewit 这个Construction Company在做 这公司其实在加拿大是非常有名的 很多不管是学Civil Engineering Electrical Engineering 或是Mechanical Engineering 都会想要进这个公司 因为他们公司给的条件薪水是非常优渥的 那通常你都会在一个比较P&P的地方 然后呢你可能一次上班大概上个20天或14天 然后给你修个7天到10天这样子 那薪水给的非常好 全部都是包吃包住这样子 那你真的放假的时间呢 因为放假时间就是大概7到10天这样子 所以你可以很尽情的安排你自己的 不管是旅游啊 或是说你想要完全的放松 都会有那个时间在那边 它就是时间就是集中 然后让你一次就是放放 就是完全是放松 然后再回来工作 所以那时候各种就是很多那种即将要毕业的啊 或是说在找工作的那种工程师 工程师学生都很想要进这家公司 那包括我自己在内 我也很想进这家公司 我主要想进这家公司的原因是因为说 他们做的这些这些大型的计划 大型的project都很有趣 你看想想看你可以参与到一个盖水坝 或参与到一些建造大桥 我就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酷的一个工作 你知道吗 你可以参与到很多东西 那其实我在大三的时候就一直想要积极进去 但是没办法进 就是第一个 没有任何的工作经验的情况下 别人不会选你 然后你也没有在里面没有认识人 然后我是一直到大四快要毕业前的时候呢 因为这些公司 他们都会定期在可能某个月的时候呢 可能会来个两到三天 然后在一个 那都在我们一个会场 然后职校一个会场 然后就办办这种大四 就是很多不同的公司都会来 这边学校招人一个招募会这样子 那我就是在那一个招募会呢 靠我自己的社交能力 然后呢我去认识当初那边来 那个木真 那当初来真人的那几个人 然后跟他们打好关系 然后把自己最好那一面展现出来 然后把自己最活泼那一面展现出来 因为其实这个公司 他们要找的并不是苏呆子 他们要找的就是可以非常 Energetic 然后非常Socialized 他们可以 他们要找的是那种 可以跟 可以在一个team里面 是可以 是可以 是可以跟一个team这样一起工作的 他们并不想要找那种 就是单打独斗的这种聪明人 虽然他们要找也是聪明人 但是他不喜欢找就是那种 有自己的社交生活 然后喜欢跟别人打在一片的这种人 所以我当初知道他们要找这个人 我积极的展现出来 我就是那一个你要找的那个人 所以我在毕业前的时候呢 终于终于透过好几层的面试 然后让我得到那一份工作 你要想到的是 你如果可以在毕业前就已经锁定一份工作的话 那是多么多么幸运的一件事情 你知道吗 所以当我找到那一份 当我知道我得到那一份工作的时候 我知道我毕业后 我就有那一份工作可以开始做 就是我一个 算是我当时一个梦想的工作的时候 我是非常开心的 我只那个时候我只需要专注在我的学业 所以说你想想到 我已经有个工作在那边等我了 然后我又 那个时候我在修的所有的课程都是最艰难的课程 所以那时候其实压力真的是很大 你知道吗 因为如果我一没有毕业的话 那么工作我就未没有工作了 我得再熬个一年 然后可能那份工作就不会在那边等我 你知道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很努力的读书 然后虽然压力很大 但知道说至少我毕业后有工作在那边等我 那段时间 暑假应该说那什么 大四的最后一个学期 我也如期的毕业了 那我毕业以后呢 我想说OK 在我开始上班以前 我大概还有三个三到四个月左右的时间 那这段时间呢 我想要靠我之前存下的钱 我想要去欧洲 我想要去当背包客一段时间 背包客当个一个月这样子 然后 因为我想说如果我开始工作的话 我没有这个时间去体验呢 你知道吗 那我一直很想要去欧洲 所以 于是呢 我就去了欧洲 那一个月的时间 我也去好多个不同的地方 那你知道当欧洲背包客第一次去 你一定会查一些大家常去的点吗 所以说阿姆斯特丹就是那时候在我的行程里面的第一项 那你也知道阿姆斯特丹他们 他们他们除了 除了最有名的这种观光 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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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郁金香 对吧 对 荷兰除了最有名郁金香 再来是什么 再来就是大麻 再来是什么 再来就是 红灯区 对不对 这些都是很著名的东西 还有一些 像是那什么 性爱博物馆 就反正那些很奇怪的一些东西 我都很想要去 我都想要去 所以那时候我就把安排在我行程里面 那我在 我在阿姆斯特丹 因为在当地抽大麻是合法的东西 所以说我在那边我也是 就是尽量享受他们当地的这种文化 然后他们这种当地的天然的植物 这样讲好了 那后来我就一路玩玩玩玩 玩了一个月完了以后呢 然后如期会回到加拿大 然后开始准备 我一些后续 像是说 OK我接下来住哪里啊 我开始找房子等等之类的 那在 开始正式上班以前呢 这个公司会要求你做 因为我们做的工作 其实是具有危险性 就是说 因为我们是工程师 所以说我们必须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 like 24 7 我们不能够 我不能够有那种酗酒的问题啊 或者说吸毒的问题 所以说这种大公司 大型公司 他们都会要求 除了一个background check 就是看你 有没有过去的犯罪经验以外 他也会看你 有没有任何的吸毒的前科 或是吸毒的历史 所以他们要你做一件事情 就是会用 会做尿液的检测 那其实做尿液检测 我在上一份工作 在Coke Fertilizer的时候 我就已经做过了 因为Coke Fertilizer 他们也是 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在一个化学的提炼厂 所以说化学提炼厂 他们其实很注重的一件事情 就是安全 他们就是 你不能在提炼厂里面抽烟 你一定要是开到外面 大概300 400公尺以后 你要离开它这个site 你才可以点烟 你知道吗 你只要在室内点烟 你只要在这个site点烟的话 那你绝对是被开除的 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围安问题 所以他们注重围安 到这么仔细的情况下 这个Coke Fertilizer 他们当然那时候 一开始就叫我药检 那我做那种尿液检查 我第一次做尿液检查的时候 我发觉怎么这么的轻松 怎么这么的不严格 你知道吗 因为我一开始进去 到一个诊所的时候 那个护士就直接给我 给我一个cup 他就跟我说 OK 厕所在走到底右转的地方 然后在那边尿尿了以后 在洗手台外面的地方 就有一个放你的尿液的地方 就把它放到那边就可以出来了 填个资料就可以走了 于是我就这样做 我发觉说我在尿尿的时候 也没有人看我 也没有人跟着我进去厕所 或是怎么样的 我就自己尿 尿完把那个cup放在那边 我就直接闪了 那我因为有这样的经验 所以说当我要去 当我知道我要去这个 尿液检测的时候 我想说也是一样这么轻松的 但是我居然没有想到是说 我抽大麻 大麻是会留在我的体内里面 至少好几个月的时间 有些人说可能一下代谢掉 但是我知道是说 这种东西是很有可能 藏在能量液里面一段时间的 但是我居然没有把它 考虑进去 你知道我去阿姆森检测 我就没有把它考虑进去 我依然抽了大麻 然后我回加拿大的时候 我打给我朋友 因为那时候我一个朋友 他已经在省外的地方 找了一份工作 一直在开始工作 所以我们在聊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马上就要去Keeway的这个药检 然后接下来 我就开始找那什么 我接下来的住所啊 等等之类的 I'm very excited 然后就跟我说 The fuck man You just came back from Amsterdam Like did you smoke? 我说 Yeah 这是每个人都会做的事情啊 怎么了 他说Dude You have a piss test 你马上就要尿液检验了 你居然还在那边抽大麻 你在干嘛 然后我才想到 Oh my god You're right Oh my god I'm fucked 你知道吗 我完全就是傻眼 我说我怎么会做这么蠢的事情 所以当下我真的超级超级慌 然后我朋友跟我说 OK What you can do right now is drink a lot of cranberry juice 我整个翻牌 Cranberry juice 就是蔓越莓汁 据说喝大量的蔓越莓汁 可以帮你把里面尿液中的THC代谢掉 透过尿液的方式这样子 但是我后来上网查 我回来上网查 我就说这根本就是bullshit 你知道吗 还是有人被因为这样被检验出来 所以我那时候超级慌 我就上网查各种方法 那有人呢 他就是说 我通过尿检的方式呢 就是买一个假的尿液 人工尿液 然后把它藏在自己身体里 就藏在自己的衣服里面 然后当去尿到那一天的时候呢 就把那张尿液挤出来 挤到那个cup里面 然后我就这样过了 然后我听到的时候 我觉得OK maybe I can try this you know this is my only option 我只有这个选择了 所以我在加拿大的当地那种 那叫做像是bong shop 就是它有卖一些那种 像是pipe 或是一些玻璃 玻璃所做成的这种bong 就是吸食大麻用的 它们里面就有卖 不管是胭脂啊 或是大麻相关所有的那什么 所有的这些器具 然后也有卖这个人工尿液 然后我那时候看的时候 我就选一个最贵的 然后那店员跟我说 这个通过率是99% 这个没有问题的 我说OK I'm going to get this one 我还清清楚的记得它的价钱 它的价钱是199块 199块加币 我就付了 付了以后呢 我就自己安慰自己 我想说OK everything is going to be fine you know like I really have this fake urine you know I'm going to pass this piss tes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be all good OK 所以说当天 我记得我在尿液检测那一天呢 我就为了要让自己的身体 就是心灵 calm down 所以我搭公车 搭到尿液检测的地方 我一下公车 我就开始抽大麻 我就开始在那边抽 我想说可以 要让自己不要那么紧张 然后我就抽着抽着 我就走到尿液检测的那什么 检测所 我一进去的时候 护士就看着我 然后呢 我觉得护士眼光知道说 我有点怪怪的 这是第一个 然后他叫我填资料 然后填完资料的时候 我也没想太多 反正我就说 我都已经把那人工尿液贴 那他人工尿液它长这样子 它是有一个透明的袋子 里面就是装人工尿液 然后呢 它是有个地方是可以 它的袋子的 它袋子的后面呢 是有一块是可以贴在 你的自己的身体上的 然后或是说 你可以把它绑在自己的腰上 然后那个那块尿液 刚好是一个长方形的一个袋子 所以说你是可以 用着你的裤子的裤头 去遮着它 OK 然后那个管子呢 你也可以把它藏起来 是看不到的 那因为那时候我也没想太多 我想说 第一次尿液检测 那么的轻松 没有人看 没有人查我 任何身上是什么东西 我就直接去尿了 所以说我就直接把它挂在腰上 我也没有把它特别的 把它藏起来 你知道吗 所以我一进到第二个尿液检测所的时候 护士叫我填完资料 然后护士就说 OK你到旁边的这个诊断室里面 带你的医生进来 然后我就进去 我坐在那边滑手机 然后呢就医生进来了 然后因为那时候冬天 我穿了一个很厚重的外套 医生就是说 OK接下来我需要你把你的外套脱掉 然后我说OK 那把外套把它放在那什么 旁边的椅子上 然后医生叫我说 OK I need you to stand up and I'm going to ask you to do something I'm going to ask you to lift up your shirt 他叫我把我的衣服把它掀起来 因为他说他想要看我 身上有没有藏一些不该藏的东西 Man 当他一这样讲的时候 我整个心就凉了 我当下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跟医生说 Man 我就把衣服拉起来 他看到 他也傻眼 然后他当着很平静的说 你知道接下来 我会把这件事情承报上去吧 然后 I always say Oh my god I know Is there any way Can you please give me another chance 我就开始在求他 你知道吗 他说 Unfortunately we can't do anything about this I have to report this 那当下我也没办法跟他说些什么 对不对 因为 你没有什么好寒扣的 你就已经被抓包 你知道吗 我是智障到 我根本就没有把他藏起来 我直接贴在自己的肚脐上 腰带跟我的肚脐 大概差了大概5到10公分的距离 我一掀起来就是那个尿袋 你知道吗 你可以想到那个情况吗 就是很蠢的一个情况 你要开始尿医检测 你要尿医检测 你要尿医检测 然后你还贴 你还被人家抓包 贴个假人工尿医在那边 Man 我这个故事 我不敢能编出来给你 就真的是太扯了 你知道吗 所以后来 医生说你还是要尿 你就是不管怎样 你今天都来了 而且你今天本来就是要尿的 那你真的 你不能用你的人工尿液 Obviously 所以他把人工尿液拿出 拿掉 然后叫我去尿 然后呢 我想说Fuck man 我一定不会过 因为我在下公车前进到这个检测所 我还在抽打吗 你知道吗 所以 然后我尿完了以后呢 我就离开 然后我就 我就知道 我不会过了 所以我就马上先传一个email 给当初recruit recruit me 当初把我拉进去 雇用我的那个recruiter 我就跟他说 Hey I did something I should let you know right now before you find out 我在大概几个礼拜前的时候 刚从阿姆斯坦回来 那因为在阿姆斯坦那边 就是你也知道 大麻合法化的情况下 我在那边有抽一些大麻 然后我不知道说尿检 是这么快 就会发生的 那我可能没办法通过尿检 这样子 然后那个recruiter 也是傻眼 他就说 OK 是从来没有发生过 但是 就是我们先看报告怎么说好了 然后我也是这样子 忐忑不安 这样子过了大概一两个礼拜 然后呢 那个检测所先打给我 他就说 Mr. Tao 你的那个 你的尿液检测结果出来了 那你各项素质都OK 但是有一项素质呢 就是你的THC level THC level 就是一个很重要 会让你一个很重要的在大麻里面的物质 会让你 会让你产生这种精神的反应的这种物质 然后他就跟你说 他就跟我说 你的THC level THC level 已经超过标准值 大概超过60个指数 他说你这个已经超出一般正常的范围 他就跟我这样讲 我说ok alright it is what it is 你知道吗 然后 马上没多久 那个recruiter就写信给我 他就跟我说 Unfortunately you didn't pass the urine test so we can't really hire you 我真的就是 傻眼 你知道吗 我也就是直接盪到谷底 因为我知道我失去一份工 就是薪水 还有各种待遇非常好的工作 也是一个我觉得 我很想要进了一个公司 我很想要做的事情 然后就这样子没有进去了 你知道吗 所以那一份工作呢 让我足足当了我们所谓的卡奴 两个月的时间 因为我那时候面临的问题就是说 我已经毕业了 没办法再去跟家里要钱 然后在那边生活 生活费所有东西 我都必须要自己支出 我那时候我爸爸跟我说很清楚 就说如果你今天找不到工作 应该说 如果你现在不回来台湾的话呢 那我们就在那边自己找工作 OK 我不会给你钱 我说OK 没有问题 我要找工作 我想要待在加拿大 所以那两个月的时间 我就用信用卡 然后就是过了这两个月的时间 我就睡在我朋友家 然后尽量的就是 我每一天 我都花很多的时间 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 找不同的公司 收集不同的公司的资料 然后写履历 打电话 然后填履历表 填申请书等等的 你知道吗 然后一直不断的盖我的resume 让他的resume看起来更好看 然后就想要为了是 就是找一份工作 但是因为那个时间点是 已经 已经 就是已经过了那一个 hire 应该说已经过了那个什么 hire hire period 就是有他们其实公司 有一段时间会增人 大量的增人 那增人的时间都是 对着相对应那些 快要毕业的学生 你知道吗 那我已经超过那个时间 所以说那个真的 那时候很多那种application 都已经关闭了 你知道吗 我那时候要找的工作 其实选择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我大概花了两个月的时间 那时候也是面试了不同的公司 然后终于有一家 愿意保我 愿意愿意雇佣我 然后那个公司呢 叫做MacDon 在加拿大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 生产农业更云机的一个公司 就是那种大型更云机 它那更云机的一个 你可以想象它一个轮胎 大概就是一层楼的高度 一层楼到一层楼半的高度 是很大的那种大型更云机 然后他们就专门做这种tractor 然后combine这种东西 就是大型的器械 那 那当我进到这个公司的时候呢 其实我是 我是抱着就是 我真的是很怎么讲 就是我觉得很庆幸 就是终于找到一份工作 可以让我继续待在加拿大 我可以再尝试一次 那没有那进去的时候 我的角色呢 是一个初阶的设计师 就是一个entry level design engineer 那那个时候 我其实在做的工作就是 因为我们工厂会做很多 这种大型的器具 就是因为很多这种combine 或是这种大型的更云机的 很多部件器械 这些零件 或是这些小的 那什么 每个不同的组织 它都需要被焊接起来 那有一些特殊的 应该说 如果你今天要焊接一个部位的话呢 那可能它 它会因为它的形状不太一样 那你必须要把它固定在 一个机器 一个怎么讲 一个固定器上面 那这固定器你需要去设计 所以说当你在做mass production的时候呢 工人可以很快速的把不同的parts 然后把它拼接在这个固定器上 然后呢 然后它就可以把它放在这个运送台上 然后很快的那机械手就进来了 那这样 然后这样焊接起来 然后进入到下一个阶段 那我们工 我们这种entry level设计师呢 就是要去设计这种不同的parts 那这些零件都会需要被焊接起来 所以你就需要去设计一个 一个组装器 就是把这些点 就是因为它们这些零件都是 还没焊接起来 都会都是散的都会动嘛 那你必须要做的一个 你必须要做一个那种固定器 是可以让每一个parts都固定在 一个需要被焊接的东西的上面 所以你可以把它放在一个输送带上 然后机器可以很顺利的 把它每个点都焊接起来 那我那时候做的就是这个东西 听起来其实是蛮有趣的 你知道吗 其实我那时候做的时候也是觉得 其实还蛮好玩的 因为你可以想说 要怎么样做这些东西 但是我不知道什么 做那份工作我就是打不起劲 你知道吗 就是很无聊 然后我觉得那时候 我那时候在的办公室里面 全部都是一些entry level engineer 那我们做的工作 其实不太需要什么teamwork 你知道吗 所以我每次上班的时候 我就是一个人 就是坐在电脑前 每个人都坐在电脑前 然后做他们自己的事情 然后我就是做自己的事情 那其实我在做的时候 我就是每 我每天早上我都会打瞌睡 我那时候早上9点钟上班 8点半进公司 9点钟上班 我每天就9点钟的时候 我就是一定是想要睡觉 即使我昨天晚上是10点钟睡 我早上起来的时候 到公司就是想睡觉 不管怎么样 然后那段时间 因为工作真的很无聊 我每天上班8小时 然后我就坐在那边 也没有什么成就感的感觉 我觉得说 我这份工作真的是很容易 就可以被人家取代 然后可能因为 因为我们 整个工程 整个器械的这些制造过程 实在是太复杂 太多环节了 所以我自己一个小小的零件 我完全看不出来 我自己在做的事情 有任何对整个计划 任何的帮助 尤其是对于一个 Entry Love Engineer 我做所有东西 都只是在练习而已 你知道吗 所以我每天在做事情的时候 第一个没有成就感 第二个就非常想睡觉 所以我每天觉得说我在干嘛 就有点就是完全迷失了 我在我的生活的方向 你知道吗 我回到家 上班一整天 我还有时间 可能下午大概5点钟到家 晚5点钟到家 我还有点时间是可以去重训的 去检测房 但是我完全不想要去 有段时间我记得 我每天下班回家的时候 我就坐在我一个空荡荡 干搬进去的一个 大的一个apartment 然后我就坐在那边 就不知道在干嘛 就怀疑人生 然后呢 就在想 我到底在做什么 然后我就会很 会很没落 会很失望 然后晚上的时候 就会想要找乐子 我就想要跟朋友出去玩 我就去不同的酒吧 然后呢 我那时候有赚钱 所以我就一直花钱 钱进来就出去 钱进来就出去 每天晚上去不同的bar 然后去认识不同女生 然后那时候我有一段时间 真的是很乱 乱到是我有 我有开始在 我有开始在吸毒 而且那时候吸毒呢 是 我是直接跳过 直接跳过 直接跳过 我就直接开始在吸coke 那段时间 除了在吸coke 然后在喝酒 就生活非常乱 你知道 就是每天都是很晚回到家 我可能晚上 隔天要上班 我可能晚上大概 半夜 三到四点才回到家 两三点四点回到家 然后当我回到家 隔天早上起来 就是八点半起来 八点半起来 我到公司的时候呢 就是很累 然后我会找公司的厕所 然后就翻锁 然后坐在里面睡觉 睡个大概半小时 一小时 然后有时候还会被敲门 然后我就要装作 就死在里面一样 然后就 就让人家 就是直接走掉 然后过段时间 后再自己出来 然后再爬火 就是再坐回到 自己的位置上 然后假装在工作 这样子 那段时间是这样子 这样子过来的 你知道吗 然后有的时候 因为那段时间 我没有车 因为你知道 我才 我才过了两个月的卡奴的生活 我根本就没有什么钱 我还在还债的情况下 我也不可能买车 所以我上班都是搭公车 那因为我工作的地点 他们 因为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公司 一个需要很大的一个环境 有好多个工厂在那边 所以我需要到的地方 是需要转两个不同的公车的 所以我总共 可能开车大概半小时就到了 那我可能 要花个五十分钟 我才会到公司 所以我要特别提早起来 那那个时候在冬天的时候 我又觉得就是 就是我又觉得说 我看就是直接是冷到不好的情况下 然后我还要站在外面 然后等公车 然后有的时候 早上起来 我只要错过第一班公车 我就要再等个二十分钟 第二半才会来 等于说我可能 就会迟到个半小时 你知道吗 那有的时候 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已经睡过头了 我知道我起不来了 我就说 我就觉得fuck it 你知道我打个电话 I'm calling in sick I can't work today 你知道吗 就是打电话跟他说 就是装病 我生病我今天不能去 所以好几次这样的经验 然后呢 我发觉有的时候 我不打电话过去 然后他们也没有发现 我没有在上班 你知道吗 所以我就这样子 因为知道说可以摸鱼 然后别人也不会知道我存在 然后工作上也没有成就感 我就这样一直混混混混混混混 然后每天晚上出去玩 然后又吸毒 然后呢 一直到有一天 我发觉 有一天我去夜店的时候 然后我发觉 Holy shit 我的passport上面 因为那时候passport里面 都会订着一张 就是我当初的工作签证 我发觉 Wow 我工作签证已经过期了 你在过期的情况下是怎样 是你不能够再重新 你不能够再重新renew 你不能够拿这个 一张过期的签证 然后跟他说 我要一个新的延续 去我的工作签证的期限的一个新的工作签证 你没办法 你要在过期以前的时候 就已经把这事情申请完毕 但是我居然忘记这件事情 我居然没有申请 所以 我那时候就傻眼 又傻眼你知道吗 积极打电话 然后想办法解决 问各种不同的管道 有什么办法是可以让我 拿到一张新的工作签证 用什么样的理由等等之类的 就得到答案都是不可能 因为你已经过期了 所以 直到我过期的情况下呢 我也没办法继续待在加拿大 所以我就把很快的把我 那时候买了所有的家具 全部都最便宜的方式 全部都脱手 然后我就被迫的 就飞回来台湾 所以 我是这样子结束 我最后一份工程师的工作 工程师相关的工作 那我回到台湾的时候呢 就像我之前说的 没有钱 我不可能跟家里要钱 然后我想要健身的情况下 我就开始去健身房找工作 所以我才开始在台湾的工作 后来马上 马上就开始拍YouTube的影片 然后呢 开始做YouTube影片 一直做到现在 OK 所以说回到台湾到现在 已经五年多了 我也是做了五年多的 这个创作者的身份 然后也是在创业 这五年 这五年其实 老实说我觉得 我过去 应该说我以前是很不想要回台湾的 因为我已经太习惯加拿大的生活 我基本上 我的人生 那个时候一半都是在 就是超过 青少年转为成人的这段时间呢 就是我人格固定的这段时间 其实我是在加拿大生活的 所以要我回来台湾在生活的话 其实我是非常不习惯的 那时候对我来说 但是我也没办法 所以我逼不得已的回来 但是我觉得 其实我回来 是我人生中一个最大的一个转折点 也是对我人生中 就是最有帮助的一个时刻 你知道吗 虽然那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 很不想面对的事实 但是我逼不得也得面对 但它却 it turned out to be the best thing ever to happen to me 因为如果我去待那边的话呢 我一样是一个没有目标 然后染上毒瘾 然后每天喝酒的一个人 然后完全就是一个废人 然后就是living on paycheck to paycheck 有钱就花 就是完全不会存钱的一个人 也完全不会找另外一个方式去开源 但是我一到回来台湾的时候 我发觉其实台湾 对我来说的机会相对很多 然后我开始做健身 分享 又借着YouTube 然后开始分享我自己的历程 健身的历程 健身的知识 然后呢 那我累积到了一定的 一定的观众 一定的fans 然后我开始做我自己的个人的品牌 然后开始做Tiger 然后呢 才进来自把这个品牌推广出去 然后让我创造另外一个chapter 另外一个人生的一个 一个里程 你知道吗 所以回头看 其实 都是 对我来说 发生这些事情 对我来说 都是每一个不同的课程 然后呢 其实 当下看起来觉得是 非常 非常 不想接受 甚至 不愿意面对的 但其实对我来说 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所以回到一开始问题 你到底要做些什么事情 你到底要怎么样找到适合你的位置 你就是要一直不断去尝试不同的东西 甚至很多人问我说 你要怎么样找到你的passion 怎么样找到你热忱的事情 You have to try You have to try a lot of things 你一定要试过很多不同的东西 你才知道说这个东西适不适合你 如果你没有试过 你怎么会知道说 这东西不是你应该做的 或是应该你做的 我记得Casey Neistat 就是一个在美国一个非常红的YouTuber 他曾经说过 如果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想要做什么事情的话 或是你不知道你热爱做什么事情 你就去做一件你最讨厌做的事情 最讨厌做的工作 假如说你去一个餐馆里面 然后找一份就是专门去洗碗的工作 他说他那时候就专门做洗碗的工作 他就是在一个海鲜店 然后专门去刷那个煮海鲜的锅子 然后又臭又脏 每天在刷这个东西 当他在刷的时候 当他在做这份工作的时候 他就会想 他就想说 Shit I wish I could be filming right now I wish I could be editing 他超级想要在 他在刷锅子 那臭又臭又脏的锅子的时候 他想的完全都是在 他想要拍片 他想要做影片 所以因为那样子 他知道说 他真正想要做的事情 是这件事情 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的方式 也许你可以试试看 我已经知道我自己 是不是合作机械工程了 当我甚至当我在读 机械工程的书的时候 当我在大三的时候 大三大四的时候 我在读机械工程书 就要准备要考试 我记得那一天晚上 我发觉到一本书 这本书 我以后跟大家分享一下 但这本书是我创业的 对我影响最深刻的一本书 他的书就是 Four Hour Work Week 他就是一周只工作四小时 他的书的作者叫做Tim Ferriss 你一定要去看 你对于创业有兴趣的话 这本书是我送你第一本书 我没有送你 你可以去买这本书 但这本书是真的是 对我自己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启发 当我在读那一本书的时候 应该说当我发现那一本书的时候 那天晚上我在读 一个机械工程的课内书 因为准备要考试 但是我就用我的那时候电脑 我就开双视窗 然后一边在读工程的书 另外一边在读这个Four Hour Work Week 你知道我发现什么事情吗 当我在读Four Hour Work Week的时候 我读得非常快 而且是非常的enjoy 我非常的享受他每一字 每一行 每一段落 然后他在讲的东西 反而是在读机械工程的时候 我一直一句话都看不下去 我就一直看右边这个视窗 这本书 就一直看 就完全忘记要看机械工程的书了 所以那一刻我就知道说 创业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 非常有兴趣的东西 我觉得这好多东西 我可以去学习 而且我好想要学习这方面的东西 反观机械工程就是很无聊 就是那样子 对某些人不是 但对我来说是非常无聊的东西 所以找到你自己适合做的位置 或者找到你适合做的工作 或者是你人生的方向 你必须要做很多的尝试 没有人生下来就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很多人小的时候会有一个远大的目标 有些人可能极少数的人 真的就是往那个目标前进 但是绝大多数人都是 小的时候想要做什么 和大的时候真正做什么 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小的时候想要做什么 想要做我想要做科学家 我想要做科学家 而且我想 我就是觉得看到太空人 我觉得好酷 但我那时候没想要做太空人 我只是看到 就是很多那种 我很以前小时候常看的 什么Discovery Channel 还有那什么国家地理频道 我就觉得科学家好酷 做这些实验 我好想当科学家 但是我现在是科学家吗 No 但是我觉得我有科学家的精神 因为我去研究 去探讨一些不同的东西 然后去尝试 所以要尝试很多不同的东西 你最终才会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位置 这集的podcast到这边 这是第六集的Let's Talk 然后我是你们主持人Tel 希望这集对你有非常大的帮助 我觉得我的故事 应该算是说 怎么讲 我觉得我自己个人的故事 我是觉得 有的时候要让你知道 它的背景是什么 我觉得你可以从中揣摩 可能当下发生什么 就是从听我讲故事 知道说当下发生什么情况 也许对你自己 你可能会想通一些事情 我是希望是这样子 But yeah 今天的故事就长到这边 希望你喜欢听我的分享 然后记得 对这个音频 或者这个podcast 或者这个影片 如果你喜欢的话 帮我订阅 然后如果你想要问我问题的话 你可以在这个YouTube YouTube底下里面留言 帮我按赞 然后留下你的问题 然后对音频的话 你可以在我音频底下 你可以帮我给五颗星 然后做一个回复 就是留下你的问题 我会从这两个平台里面 收集这些问题 然后在接下来的几集 我们可能会做一个 就是Q&A 我们会统整一些问题 然后做一个Q&A 然后回复大家的问题 好不好 那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时候会发生 因为我现在在做podcast的同时 我还在等我的podcast的cover art 所以说我在等待东西 应该说设计师给我平面图的同时 我先把这些内容录制起来 所以不会浪费很多时间 所以我不知道 真正podcast开始上轨道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不过当你听到这个时候 先留下你的问题 OK 我们会尽快的把这些问题 都统整起来 所以今天这集到这边 我是原主持人Tao 我现在很累了 你在收听的是 Let's Talk Peace 可爱 我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 SIM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